轎車緊跟在鄉行車後方 正要左轉時一名機車騎士 騎到轎車前面 直接擋住轎車後 騎士下車到轎車車窗外 對著車上駕駛大罵 之後騎士回到機車上 事情還沒完 竟持續對轎車惡意逼車 讓駕駛只能不斷後退 騎士機車的男子 4.3後晚上6點 就在三重往蘆洲方向的路口 不讓轎車通行 還下車拿著大鎖在車窗外 坐視砸車 肖江騎士惡意逼近 還拿大鎖威脅 除了交通處罰條例 最高能罰2萬4千元 還構成恐嚇罪嫌 振興駕駛 原本想撥打電話報警 對方卻立刻逃逸 還好車子和人都沒因此受傷 駕駛將畫面PO上網路 要用路人小心證明擋車男子 記者葉維林 吳姿怡新北報導 聽聽聽聽聽聽看 和人都在不說 用羅卜 洞 從不說